Hello大家好,我是冬季奥运会崩床冠军朱雪瑶 我录这条视频呢就是想跟大家解释一下昨晚发的微博 昨天晚上呢我发了一条这个奥运奖牌可能掉皮的这个事情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昨晚就是这个位置有一块小小的这个掉皮的现象 然后我因为有点强迫症 然后现在把它抠的已经好像看不太出来了 然后其实一开始呢也是我回到天津之后给那个我们教练去看我的奖牌 然后是他发现这个奖牌上面好像是有一点污渍 然后我们俩就去试着擦一擦看看能不能擦掉 结果擦了半天感觉擦不掉 然后我就去用指甲抠了一下 发现好像能抠掉皮 然后我发现它好像也不是说抠掉的金粉之类的东西 更像是一层保护膜吧 所以我一开始发微博的原因呢 就是想看一看有没有获得奖牌的运动员跟我有同样的情况 我没有其实我没有想去更换这个奖牌 我觉得奖牌就是一个形式一个收藏品 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或者是更重要的是奖牌背后运动员们的这个付出和能够为祖国争得荣誉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也知道东交运会这次的奖牌是通过回收旧金属旧电器 然后提炼出来的金银铜制作的奖牌 它真的在扣不出来巧克力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理念呢 其实也是出于环保绿色 我觉得确实是非常好的 所以但当然也希望其他获得奖牌的运动员不会出现这样的案例 然后希望大家从今晚呢开始多多关注中国残傲代表队的表现 然后为中国队加油 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